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星期一带队启程前往北京 开启中非之间的双边对话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说拉莫斯将代表菲律宾政府与中方举行会谈 寻找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办法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此前表示 将由拉莫斯主导中非之间的初步对话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复旦大学 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石元华教授 石教授你好 你好 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等于菲律宾全胜 那么马尼拉为什么却要在这个时候示好北京呢 我想马尼拉在这个时候 派特使去访问北京 是他外交上面的一个措施 尽管这个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判决呢 它是取得前胜 但是中国呢并且是一个不承认 这个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呢 也在全球的范围内呢得到了相当的这个成功 即使是在东盟的会议上面呢 也没有自制不提这个这个这个协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 要解决这个中非之间的分歧的话呢 恐怕还必须回到谈判的这个立场上面来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的这个新总统呢 新这个上任以后的话呢 且起了一个比较物色的态度 那么他选择的这个拉姆斯呢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形 是一个中国愿意跟他谈的人形 对吧 那么这个拉姆斯是前总统 而且在跟中国的关系呢也不错 那么在他这个当总统的期间呢 1995年的话呢 也曾经中非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美激交的这个冲突 那么那个完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得到了土酸的处理 意思说拉姆斯这一个人的话呢 我觉得他被派到中国的话呢 本身在菲律宾来讲呢 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措施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措施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菲律宾此前呢 他是不主张与中国进行一对一谈判的 希望呢要以东盟为一方 与中国就南中国海主权争断的问题呢 来谈判 那么现在为什么新总统杜特尔特 他改变立场 他是外界所说的一位侵华总统呢 我觉得菲律宾的新总统啊 这个杜特尔特应该是一个比较物色的一个总统 因为他在谈到这个 他的基本态度 也我觉得也不能简单的把它评断会是一个侵华 他还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 执行一种比较平衡的政策 那么 就他看来 这个可能是对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来讲呢 是最有益的 那么 我们也注意到 他在评说这个对美关系 对华关系的时候呢 也说过一些比较阶段的话 就是说这个你如果中飞打起来了 美国会帮菲律宾打吗 这个他讲是表示怀疑的 另外他也说到就是说这个 现在美国没钱 能帮助菲律宾建设的是中国 那么这种话呢 他也有 总体上来讲呢 这个新总统呢 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收敛的 比较温和的 这样的一种姿态来对待这个守卫的 这个国际裁判的这个权深 因为他知道这个裁判这个东西 实际上中国不承认 它是没用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误舍的一个态度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美国 美国一直呢 要求中国要遵守并执行 国际仲裁庭的这个裁决 那么华盛顿对于中国和菲律宾接触 并举行一对一谈判 是什么立场呢 我想这个菲律宾跟中国 这个开始了这个谈判 这个是美国没有预料到的 美国的思路 它是非常清楚的 它就是 就是菲律宾前总统的 那个立场 但是没想到这个菲律宾 这个新总统呢 浅显了这样一种 物色的立场 那么从美国来讲的话呢 它的公开表态的话呢 也是支持中国和菲律宾 进行对话的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他认为这个中国和菲律宾 对话的话呢 要按照国际法庭的 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 来进行对话 这个可能是美国的 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一个立场 好的 但是中非之间的谈判 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完全不是美国 是可以控制的 好 但是您刚才提到 说杜特尔特新总统呢 他是一位务实的总统 但是杜特尔特总统 我们也注意到呢 他表示中非谈判 要以南中国海裁决为基础 您觉得这一点 北京会同意吗 这个北京不可能同意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个杜特尔特呢 他做这样的表态呢 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有国内有国际 因为我想杜特尔特 他会非常清楚 如果以这个南海 南中国海裁决的 这个决议的定谈判的话呢 那根本这个 特使根本都不需要派 中国不会接受的 中国态度非常明朗 而且现在东盟整个态度的话呢 也是根本就没有提到 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他要做这样的 表示呢 他有对国内的一些需要 那么所以我觉得呢 在谈判当中呢 这个如果说是以南中国海 裁决这个为基础来 定谈判的话呢 这个根本就是谈不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的 一种走向呢 就是可能会超越 这个南中海 这个解决案的 这个东西 双方把这个东西搁置起来 对吧 因为中国不承认 你菲律宾是全部承认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问题 或者说能够使中非之间的谈判 有所进展的话呢 可能第一步可能还是要各自争议 就是现在目前的中非之间 发生了这样的争议呢 并不因为这个南海中裁的这个 裁决他有所进展 因为可以说毫无进展 因为中国根本不承认 不加入 不执行 那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呢 可能这个 包括这个中裁案在内 我们都是一个各自的 如果说能够谈下去呢 就应该首先是各自 好的 完了呢 再走向怎么样 共同的开发 那么如果能各自 那么 上方物色的态度的话呢 那么就是走向 怎么样走向一个 共同的一个开发 共同的开发 能够找到共同开发 这个实际上呢 在这个 拉姆斯总统 和后来 几位总统的期间的话呢 中方实际上已经 中国和菲律宾 已经在这个方面 做过很多努力 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的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谈判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起的进展呢 它可能最 现实的这个 这个结果呢 可能是会就某一系 双方都不能让步的问题呢 就达成一种各自起来 各自 对吧 完了我们来讨论 在现有的情况下面呢 怎么样来共同开发 好 那么怎么样来 就是说双方来 来克制自己的 在这个区域的一个举动 好的 双方的能够走上一个 一个 一个和平的一个道路 好 我们感谢复旦大学 中国与周边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 石元华教授 在上海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 好 好